澤哥哥已經是入籍日本的了 居日港人朋友 為什麼他現在會出現在台灣的呢? 自己買的家最好的點就是 你轉場什麼你都不用考慮 我想說這家是比較適合Youtuber 完全不需要打燈 全部都是在日本領養回來的貓咪 主人說那隻貓就更癡人 大家好,我是金鈴 開箱你家終於來到第三集 今集終於是第一個海外篇 我們來到台灣 我現在就在淡水線的最尾椅那個站 紅樹林這個站 我們今天就會去一個 居日港人在台灣的家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去他家 那今天的主角就是澤哥哥 如果大家有看過 和Yanny在日本拍的Vlog 就應該認得 他就是之前在日本帶我們吃好東西的 居日港人朋友 為什麼他現在會出現在台灣的呢? 一會兒我們回去再跟大家說 就是在開箱他家之前 在那邊閒聊一下 因為我都試過在日本自駕遊 日本人是很讓步的嘛 然後我就問他覺得在台灣開車 覺得怎樣 其實你可以看到的 一來車多 一來就是 大家都知道 電單車多 那電單車其實他就很瘋的 基本上他自己穿插 其實有時候看不到有盲點 然後就在旁邊擠他 但是為什麼台灣會有這麼多這些機車 全民機車嘛 很多女主婦的 你看看 基本上沒有人不會開機車的 這裡不算是台北的嘛 後面一個站就是台北 那是不是因為周邊都會比較多 又便宜一點又大一點又新一點的選擇 我跟著兩個點去找屋的 一個是價錢 第二個就是要近戶外務 近戶外家 今次這一個你就是買了一間屋的 澤哥哥他就是一個業主 這個故事也是要做一間長談的 其實我相信這裡也不像很郊區 這裡也很市區 你說上山嘛 正在上來 原來你說的山意思就是這種斜坡 距新樓 你住進來的人都不會太閘 這裡買一些蝦皮 就是他會網購 都很方便 所以你一定是開車出去 很少很少坐車的 除非我們所有人都喝酒 那你這裡去台北要多久 開車幾個字而已 就是十多分鐘 我就說到屍林 十多分鐘這麼快 Mexelli是好像韓國的高陽區 其實都是30分鐘內會去到首爾 哇這裡真的很新的感覺 好像兩三年前起的 我們都是要買新樓 這裡有時候會幫忙收下外賣 收下劍 不可以送上去的嗎 送上去 好像叫東西吃我都會下來 這裡有一個open area 有些人可以帶狗來撈一下 這裡有個gym 你可以自己預約 你們在這裡吃東西 沒有什麼好介紹 我不是叫Uber 或者叫Four Panda 指紋所 密碼都可以 之後他可以結休養卡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了澤哥哥的家 為什麼你會來了台灣的呢 結婚 我老婆台灣人 對 最神奇的就是 我們拍完vlog一年之後 應該他就結婚了 都是日本式的台灣人 結婚了 一半時間在台灣 一半時間在日本 暫時是這樣 還有一些時間在香港 是不斷來回 三個地方的 現在就定居了多久 2021年的12月份 就是年半 你的工作現在都是日本 所以都要兩邊走 都非得密的 你的工作本身都是日本 為什麼你會選擇買樓在台灣 一來 就是老婆有寶寶 當時要生的話 我們兩個日本都沒有親戚 沒有朋友幫忙照顧的 台灣的醫療都很好 回來的話 他們那邊就覺得 不如在這裡安置家 當投資也好 是要補充他 小朋友已經一歲了 時間過得很快 我是上次見的時候 都還沒結婚 現在已經結婚 還生完小朋友 是不是日本和台灣 生完小朋友的產後戶 那些很不同的文法 因為日本沒有坐月的 日本就沒有坐月的服務 日本的醫生 他會叫你 你生完兩心 你可以落地走 頭一兩年才打算在這裡 就是家人 那一手照顧最忙屋的 頭一段時間 因為工作始終在日本 就是我現在都有看一看日本 這裡叫落塵區 是 本身是已經設定好了 還是你再裝修 很特別的 我們買成品屋 就是本身已經大部分都 早建好了 就是這些燈啊 這些牆啊 是的 這個本身已經有 放得很整齊 本身也是這樣的 我希望它本身也是這樣的 應該也是這樣的 OK 不會那麼企理 就是正常你的生活感會強一點 這裡我們自己放的 就是小朋友的玩具 兒童書 這對門 因為我都怕他們會撞到 所以通常都鎖住 加上他的玩具 親戚朋友送的玩具 他已經有輛車了 這麼小時候 生日的時候 收到禮物 我老婆婆給我送的 有時候不想 小朋友看得太多 我們就會喘 我們就扭過去 就是等他們在這裡玩的時候 就不用看到電視 沙發啦 這裡就平時 生日朋友坐下來 打機啊 聊聊聊 就是這裡 就是都有的 哇 已經看到貓貓的痕跡了 是 很多的 所以我們想換一個 放渣的沙發 有的 有時候它下面的管理員 會說 你有急凍檢 或者你有急的東西 他會打電話上來 叫我們下去 拿些凍檢 這裡呢 還有一個露台 我看到 這個露台我們就不是很開 因為都真的不是很用 這裡的格局 它都是有個假天花 我沒有來過體育的 是嗎 全部都是我外母 一手包包 那來到有沒有圖文不符 你覺得 都基本上一致 還有台灣他們做一點 都交給他們做 比起我們自己做決定 一定更加理智一點 但是不會說 來到可能環境會不會吵 等等的 都是已經考慮完的 有些時候都會覺得 未來過真的不知道 例如太陽其實它進來的 角度很小 這個就是我們未來之前就不知道 都挺光 因為你室內其實 那些燈光都很足夠 都會開燈 還有最近下雨 光源不是很夠 現在已經是開了 還有一些可以再開的 譬如射燈通常很少開 因為怕射到小朋友 後面這裡也有一些 嘩 我想說這間家是 比較適合YouTuber 因為我就是不喜歡頂光 然後它全部都是間接的燈光 所以譬如坐在這個位置 完全不需要打燈 你穿了前面的燈 整塊臉已經很光 很好啊 這個 但是其實不友善的 其實你看看那些光 是很殘眼 其實是不友善的 有沒有可以調整暗一點 光得好像拍Beauty那些片 對 仔細看到你的毛孔 你看這個家是愛貓之家 所以它連畫都是貓 我看你 你自己買的家最好的點就是 你轉場什麼都不用考慮 是不是這個就是 和你以前租屋最大的不同 日本租屋就更麻煩 這個提案的話 一間屋裡面 我租完之後 它會有人來檢查那間屋 譬如牆壁上高的牆子 有一部分掉了 它都會貼一張貼紙 說這裡我要賠錢 地板怎樣 水效怎樣 會穿得很重要的 我試過最多賠成皮幾港幣 當時不知道 即是你真的走的時候 才知道原來它會這樣計算 吸收教訓 它有沒有說不給養動物 通常都不給 但是自己買了家 其實是可以想怎樣就怎樣 都不一定 聽過倫理的關係 譬如像我老婆阿哥 他們年輕喜歡開派對 下一個人就會上來 開門就說你們太吵了 但我想問這裡隔音好不好 你覺得隔音OK的 很少聽到隔壁說什麼 或者是上面腳步的聲音 小不滅有些 其實這個地板 你可以看看 這個地板和我裡面的房間 這個地板是不一樣的 這個地板是我們本身的地板 我們都是保護小孩 所以我們安裝了這一類 其實這些 你玻璃杯掉下來就馬上碎了 這個就好一點 沒那麼硬 台灣很濕的 你會怕這些地板會不會容易濕的 所以這個就另外一樣 就是我們抽濕機 基本上是常常開的 可能幾個小時就換水 房間裡面另外一部 有些人可能會直接 譬如這個軌棟下面 就是按了一個抽濕機在裡面 水線拉好 連水也不用到 就永遠都開著那個抽濕機 因為其實都很煩的 我每天都會一次水至兩次水 其實都 雖然一個work load都是30秒 這裡有攝影機的 通常都是看貓的 第一個廁所 他們一共是有兩個廁所的 你們的洗手盆是外面的 洗手盆是外面 廁所還有一個簡單的胃浴 這邊就是企育來的 對 企育來的 或者這裡就是小朋友的房間 例如外母過來 我在這裡 哦 客人房 空氣請診機 這裡的櫃也是預設的 這櫃原本已經有了 小朋友的房間也挺大的 你們廚房通常都是一個實廚來的 台灣 雪櫃 我們都是一個明火的主食 這個是消毒 也是預設的 這裡也是預設的 這裡後面這個洗衣房的位置 都挺大的 放到應該三四個洗衣機 還有一個位置 就是可以浪衣 完全是更寬敞 這個房間是做什麼的 本身 我們就真的叫做貓房 書房 這裡有一隻 然後整個一隻 這裡有兩隻 那你還有一隻就是在主人房 在主人房 全部都是在日本領養回來的貓咪來的 有一隻就是後來你們在街上救回來的 大年紀一點的 所以就跟他們要分開玩的 沒錯 日本的山口撿回來東京 你可以摸一下它 好 這個是比較親人 聞一下我先 哎唷 哎唷 不是 拍他的屁股 他喜歡 一摸他就叫他 主人房那隻貓當然是癡人 嗯 如果你不陪他就不停叫 有一隻在上面 我偷偷地看到他了 見妹妹 妹妹 最後一間主人房 衣服就放在裡面 我也是放衣服 剛剛說的抽濕機 胖胖 中文要胖胖 哎呀 那這邊就要通路進來 首先就會見到廁所 你有弄的嗎 這個 媽媽進去廁所 很搞笑的 我找人上來轉的時候 趕到最後 原來他是一個香港人 那可以開燈的嗎 開到 就是我幻想那種 好像米蘭站 放在米蘭站 很好啊 有個這樣的showroom 但重點是 它又有個玻璃 可以隔著層 這個就是廁所了 有浴缸的 我當時是買 差不多400元 連車位 連車位 一定要買的 我算貴的 正常好像說 5-60元一平 我這裡差不多到80元 剛才說到原來 澤哥哥已經是入籍日本了 韓國和日本入籍 都是要放棄本身自己的護照 就不可以雙重國籍 可能你港人和韓國人結婚之後 生小朋友 男生的話 就通常會選擇可能香港 因為他們不想去當兵 因為男生韓國籍就會當兵 日本是 台灣要 所以我兒子 他去到18歲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要他拿台灣護照 那小朋友上學 都應該是日本上學 應該是 還在想 但你本來開始生小朋友 都沒有特別 希望他是兒子 還是希望他是女兒 男生通常都想女兒 很多個都是 是啊 今次這個分享就到這裡了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還有subscribe這個channel 多謝澤哥哥 好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最後補充一點 參觀完台灣的這種新樓之後 都發現大致上整個配套 都跟香港的私樓差不多 除了他都是有會所 畫位的停車場等等之外 入升降機的時候 都是要用一些智能鎖去 才可以禁留層